第一步你要先把每一個名稱都定義好 定義的方式其實蠻機械的 因為它動作都一樣 1.先把這個範圍左上角的位置Ctrl-C 2.它的下面這個範圍選取之後 這個上面貼上Ctrl-V 然後Enter就好了 記得步驟反正固定 1.Ctrl-C 2.選範圍 3.貼上它的名稱 按Enter 所以1.2.3.4 剛剛已經全部做好 我覺得還好沒有花太多時間 大概1分鐘內應該可以完成 那做好之後的話 剩下就是你把剛剛的工字打上 然後你就向右拉 向右拉拉到這裡 然後再向下點兩下 這樣子的話你就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你全部做完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做後面的樞紐分析表 或者是說你要把資料放在 Power BI 分析的話 你才有辦法做後面的動作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你要把前面東西直接倒到任何程式來 它都不接受了 所以你還是非得要解決什麼問題 把編號變成實際上名稱的這個動作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複製過來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是把這些先刪掉 沒有對不對 首先的那個原理原則是這樣子 因為我要用什麼 所以我要用V-R函數來查的話 那V-R函數它一定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所以一樣 你要針對它的V-R函數 有沒有 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的是這個編號 那因為呢 前面的工作表跟後面工作表的位置都一樣 有沒有 差別 只有我要把這個的編號變成後面的 有沒有 後面的這個實際上它的那個資料 所以用這個方式我想到的方法 看你如果更簡單的方法來就可以思考看看 然後第二個的話 關鍵的是這樣 table array 所以我銳利是說你要拿這個A1去哪邊查 有沒有 去哪邊查 去那個 以前是這樣 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有沒有 那以前是這樣啦 可是問題啊 如果我說以前圖塊鏈那邊 你要選第一個 下一個選第二個 去下一個選第三個 你就一直選 可是啊 為什麼我要用In-D-R函數 因為我如果選一次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後面不用了 這邊二嘛 這邊零嘛 OK 固定嘛 因為一定查第二欄的東西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 性別 它是一個什麼 名稱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將來我希望怎麼樣 以後呢 就直接 把這個名稱直接幫我帶過來就好了 那你想說 這個名稱跟上面這個名稱不是一樣嗎 跟各位講喔 什麼差別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喔 上面性別兩個字是兩個文字 文字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這個 它是一個範圍 OK 當然你看到 你表面上看到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在Israel裡面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那個性別兩個字 變成性別的範圍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什麼呢 就那個東西 In the rate 有沒有 In the rate的函數 它基本上就是把 你的那個名稱有沒有 放到這裡來 它就去抓你的那個什麼 有沒有 它是一個文字嘛 它就去你的那個名稱館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性別這個 這個名稱啊 有對不對 如果有 它就幫你把那個範圍帶過來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個邏輯吧 我不知道可以這樣講 大概知不知道 因為 這個函數對同學來說是 應該大文童應該都 連用都沒用過吧 有用過這個函數的請舉下手 一個 兩個 大文童沒有 OK 所以可見得 難怪大家會不熟悉 但是這個函數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的話 像這個地方你怎麼做 慢慢來吧 慢慢來吧 那麼多藍 每次做一次問卷 然後就再來一次 每次做完又再來一次 那不是永遠有做不完的事情嗎 難怪永遠事情都做不完 然後需要加班 所以有些地方 如果可以簡化的流程 省掉很多力氣 而且每天 假設你經常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樣的時間算下來 一個月恐怕你可以節省多少時間 算下來你不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不用加班了嗎 甚至還可以跟同事慢慢聊天喝咖啡 然後慢慢打或摸魚 下班時間到了 還可以 對 有一些想要做下班之後的事情 還可以做個規劃 不然有時候下班了怎麼七八點了怎麼還沒 原來時間過這麼快 因為你一直都沒有效率工作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要把這個地方的名稱 變成那個範圍的話 那其實主要是 特別是喔 請你在這個地方 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 要不然你就自己打 基本上我習慣 我是自己把它 這個 這個函數名稱把它記下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去抓什麼 抓它的那個 這個 把它點一下這邊 抓這個 上面這個名稱 然後呢 後瓜阿虎一下 這個B1其實就是一個文字 它就性別 它其實本身就是有前後 其實不用在自己打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因為我待會兒會需要向右 向下 那向右的時候的話 你這個B一定要變成C 才會去查年齡教育程度 還有其他欄位 那向下的話 你這個1的位置喔 不能改變 所以喔 一個能改 一個不能改 所以不能改的話 記得一定要在不能改那個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喔 如果你少加這個錢 然後這邊 這樣它跑掉了 OK 那這個不能 這個不能鎖啦 因為你一鎖的話 變什麼 你全部都變性別了 OK 那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不能加 喔 好 那做完了 就這樣而已喔 做完之後 按確定 然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做兩件事 向右 拉到底 然後向下的話 快點兩下 就大功告成 有沒有OK 有沒有 看起來 有沒有 應該是OK的 如果說你現在要去統計 那個問卷裡面 到底性別 都佔比多少 年齡佔比多少 這些其實你才有辦法做出來 否則的話 如果你 假設又拿這個來做的話 哇 這什麼做 你還要再轉換 OK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也許你之後要配合 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 你才有辦法去做 如果你 假設你拿那個前面的是 沒辦法的 比如說你要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 那個什麼 性別 好了 性別佔比 你就拉過來 你馬上看出來 然後甚至你可以馬上 用一個什麼 語言形圖 圓形圖 這樣看比較清楚 有沒有 性別 這個可以加個標題 不加也沒關係 有沒有 性別佔多少 然後男生多還女生多 男生多 男生可以點一下 點兩下 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做立體圖 OK 等等的 就可以把那個圖 馬上做出結果 其他的欄位 你也可以自己在統計做分析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V2函數 關鍵地方 最難的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是額外 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 INDIRECT 配合定義名稱 所以以後的話 你加很多範圍 你就先定義名稱 然後用INDIRECT 幫你把那個資料抓回來 如果它如果跟名稱 跟藍位名稱 match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我剛剛做的方法 向右 向下 就OK了 如果你那個名稱 跟藍位名稱 可能盡量你把它做成一樣的 那以後呢 就可以適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OK 這一招其實我覺得還蠻值得 可以參考的 試試看 好